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从报纸上每天发布新闻 你要如果去研判这个新闻 到底这股票可不可以买 来 举例来 像这个就是今天的电脑画面 今天的证券股 证券这个新闻里面头版就写到 金电接单爆 爆接单很好嘛 第三季营收可能会回神 好 但你看到这个新闻 那请问金电到底可不可以买 看到一个新闻嘛 问题就来了 新闻很多啊 看到这股票 这股票 这股票 那到底这消息如何来研判 可不可以买 你每天都必须面对这种问题 没有一天可以逃避的 所以就非常重要了 好 那我们在股票分析上 它有很多的方法 比如说你可能是用破浪理论 用开盘巴法 用量价关系 用K线的一个理论 或是用筹码的分析 上次有一个投资朋友跟我说 他光去学筹码分析 去上课缴了30万 上了一整天的课 那我就问他 那你学会筹码分析了吗 好像还可以 那你用这个筹码分析能够赚到钱吗 能够找到抢的股票吗 好像还是不行 许多半天也没有用啊 不是嘛 好 那我们就包含什么 包含基本面的一个分析 各项财报 基数指标 那就太多了 政策的一个研究等等 我想你任何研究 最后的一个目的 就是要做研判 研判它的多空强弱 支撑压力 这四个东西 如果你不能研判 你所有的研究都是白研究的 做白工 研究完之后 你必须要动作 这股票到底是可不可以买啊 对啊 今天这个新闻 那请问金店是可不可以买啊 报单 接单 接报 那是不是说 这个股价会回升啊 要开始涨了啊 所以你要必须有能力来研判嘛 那最后你要决定它要买 还是要卖 如果你手上有持股 还是这股票 只是盘整格局 你不能碰 对嘛 你研究半天就是要决定这个嘛 那你不能决定 那你前面研究有什么用 做白工 完全是没有意义的嘛 懂意思吗 来 我们看到金店这档股票的走势 近期很明显的都在做一个整理 不小心就收黑K棒 目前就这个K线上来看 也没有脱离这个盘整区 这是一般的K线的分析 那你可能用的方法不一样 答案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最后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了 什么问题 来我们说所有股市分析 最重要的是要决定 选股跟买卖点 偏偏这个就是股市里面最难的事情 你要怎么来判断 股票可不可以买 你要怎么来选股 这是最难的事情 好 张爱民都怎么研判 我都用一眼变多空的方式 这一招全市场只有一个人会 那个人就是我 看就知道这股票可不可以买 真的有这种绝招吗 真的有这种这么厉害的判断逻辑吗 你慢慢看就知道了嘛 我们请看金店 这是张爱民研发的股神系统 好 那我们看什么 看这个一二三四四个卖出讯号 不大对 第二个我们看三线架构 第一线还可以 第二线跌破 第三线也在临走 所以明显这股票怎么样 动能不足 筹码也凌乱 三线里面两线是不对的 这种股票我就不会买 你发再多利多都没有用 那几个月过去了 如果你看这个利多去 你看它有多少利多 就是涨不动啊 为什么 这个架构不对嘛 看懂吗 所以我们说看股票 要看它什么 架构 架构你搞不清楚 你就不会判断 你就没办法做股票 那架构就是这六个东西 多空强弱 支撑压力 敌人多朋友多 你没办法判断 你就不能做股票 张爱民刚刚的判断方式叫 一眼便多空 看一眼就知道了 这个好人 看一眼就知道这个坏人 不可以跟他交往 你跟坏人交往有一天 你一定会受伤的 反正偷拐抢骗嘛 不会来正当的 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比较快 用骗的比较快 用骗的比较快嘛 他怎么会想要正正当当 去做一个工作 所以这种人就是不能跟他在一起 你要一眼就看懂 这个人有问题 我们尽量不要跟他 生意上的接触也好 这个平常的交往也都不要 有问题我们干嘛跟他交往 有一天会受伤嘛 懂意思吗 所以你要看得懂 一段股票架构 你看不懂你就没办法操作股票 好不好 那我们再看 来 另外一个新闻 太阳能热 元金跟安吉有展望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新闻 我们就要思考 那元金跟安吉 到底他格局对不对 架构对不对 不管用什么 K线理论也好 开盘巴法也好 波浪理论通通可以 筹码分析都可以 到底最后就是要决定 他股票可不可以买 懂意思吗 所以我们看元金来 哎哟 那怎么消息发布已经涨127%了 那如果在这里跟你讲多好 这一段就有钱赚不是吗 现在跟你讲 我看你上车也不是 对不对 你涨那么多了 你观望 好像我觉得他很强 不买可惜 你买了晚上又睡不着 但是如果在这里跟你讲 一定不一样 你一定会买得安心 抱得放心 将来卖得非常开心 为什么 有127%可以赚 如果今天把它卖掉的话 好 这两个点有什么差别 当然有差别 在这里买很安心 睡得早 赢得机会很大 在这里买 可能会睡不着了 买进去以后 晚上会失眠 涨那么多了 万一跌 回挡怎么办 你会很有压力 对不对 后面还有多少空间 就是你要思考的 他如果只能涨到150 现在涨127了 再两根停板就有了 你要小心 该跑要跑 所以买到高点 或是买到涨一波之后 你的压力就会变得很大 懂意思吗 因为他能获利大波 所以说很容易形成一个 获利的卖压出容 那如果买在这里 当然不一样 你买在这里很安心 很轻松 很愉快 泡茶等着赚钱而已 这很好的事 所以我们说买在这里 有什么差别 买在这里有什么差别 当然不一样 今天报纸登出来 已经涨到这里了 所以如果能够历史重毁这里 那当然要买 你不买这里 你要赚什么钱 是不是 那怎么样让自己 能够买在这里 这就很专业了 那张艺民用什么 我用一眼变都空的方式 来请看 这是你看到的K线 这是我看到的K线 这个点 就是这一个点 看懂吗 所以这个点的时候 你看一般K线 你是看不出有什么迹象的 张艺民可以看出一些东西 看到什么 看到很多买进讯号出现 很多好朋友来到他家了 看同一次吗 通常我小朋友有活动 很多同学都到我们家来 我都知道这小朋友 等下约会 我不想要去哪里逛街了 他们就有活动 来我家集合 那一会儿就说 爸爸我要跟同学出去玩 我都知道了 不然你都有小朋友 来你家干嘛 等一下一起出去玩 懂意思吗 所以这股票 为什么这么多好朋友 来在这里 红色粉红色就是好朋友 买进讯号 来在这里要干嘛 就是准备要涨了 不然怎么会这么多好朋友 来在这里 有没有 好朋友上车了 准备涨了 一上去咯 看到吗 所以这个点 就这个点 如果买在这里 买在这里多轻松 多愉快 多开心 不是吗 买在这里就稳赚了 晚上就睡得好 对不对 所以做股票就应该这样 要买在这里 知道这里 不要涨一波你才要追 我说涨一波你才要追 就算明天涨 也是会有压力 因为那你涨太多了 好不好 所以你要怎么样让你自己买到这里 知道这里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说股票市场 就很简单嘛 就低点你知道要买 高档你把它卖掉 这样就好了 做股票没在乎 懂意思吗 低点懂得买 高点懂得卖就好了 我们以前常常看那个 选举的一些演讲 到乡下来演讲 上面候选人这么讲 选举没在乎 用钱买就乌 以前选举不都买票 一票多少钱 当然现在是违法的 你选举不能用买票了 那以前候选人批评对方的候选人 那些都买票都买票的 事举办就说 那算机没在乎 用钱买就有了 用买票的嘛 丑视对方嘛 丑化对方嘛 那些都买票的 懂吗 所以一样做股票 那其实没有师傅啦 你就知道哪里低点 哪里高点就好 低点就买 高点把它卖掉就好了 不是这样吗 对啊 问题你怎么知道哪里是低点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让你自己知道哪里是低点 重不重要 很重要 可是你有没有方法 没有 没有就麻烦了 同一次嘛 好 那我们说另外一个新闻 这个台积电目标 外资目标看到500块 昨天的新闻号 台积电是我们台湾的复国神山 最了不起的公司 不但是台湾 还是世界级的公司 美国最新的战机 F35 一架1亿美金 美国还不卖给我们 上面里面的晶片 台积电 请问用谁做的 台积电做的 3奈米 没有台积电给他做 做不出来 全世界没有人做得出来 只有台积电做得出来 了不起 全世界最热销的手机 苹果手机 里面的IC 谁做的 台积电做的 没有台积电 三星人做不出来 台积电真的了不起的公司 真的非常非常了不起 那个技术等级都世界级的 所以拥有台积电你看多了不起 所以上次有个好朋友跟我说 如果两岸打起来 哪里最安全 两岸打起来哪里最安全 两个地方 一个叫做故宫 为什么故宫最安全 中国来打台湾 它要是国宝啊 对 它要这里的土地啊 对不对 人民不听话就算了 所以以前说留岛不留人 人不乖我都不要 把你砍掉 我只要这个岛就好了 那哪里不能把它炸毁掉 当然是故宫啊 故宫五千年的文化瑰宝 每个都是无价之宝 你怎么可以把它打掉呢 飞蛋怎么可以打故宫呢 来抢台湾是要抢国宝啊 懂我意思吗 那不可以打故宫的 你中国有五千年文化如何证明 有啊我有毛宫顶啊 这五千年的历史了 对不对 很多 各个朝代的都有 完整的历史 五千年文化 对 所以他不能打他的 所以故宫旁边 打仗一定很安全 因为没有人会打故宫啊 懂意思吗 中共也不可能打故宫啊 不然会打故宫啊 可能把故宫打掉 那要把他抢走的 好不好 第二个哪里 最安全 台积电 为什么台积电最安全 你看世界级的大厂 他技术等级 没有人可以超越的 变成怎么样 高科技的一个啊 最重要的瑰宝 就是台积电 5奈米制程 3奈米制程 所以来 就是要把台积电抢为己有 不会打他哪里放心啊 那个不能打 那是要把他占为己有的 所以很简单 所以两个地方最安全 故宫 台积电 最安全 对不对 台积电技术层次非常了不起 好 那我们说外资上看500元 好啊很好 打仗 不是期待敌人变弱 而是你自己要变强 懂吗 你要会选股 你不是那个赢家变笨 你变成赢家 不可能 你要让你自己的专业能力提升 如果来判断 一个新闻 台积电出来 外资上看500 你如果来判断它 你把这个学会的才是根本 让你自己变强大 哇 铺牌 手背有力 不是让敌人生病 敌人生病变笨 不会啦 你放心 自己长大比较重要好不好 好 那我们说台积电 买在这里235 今天370 有没有差别 它有啊 一张差130块 13万啊 那你买在这里 跟买在这里有没有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啊 买在这里很安全啊 对有13万可以赚 买在这里不知道啊 搞不好近期的高点就到了 对不对 都已经涨一波了 你买也是晚上睡不着啊 所以买在这里 跟买在这里有没有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啊 那你希望买在哪里 当然希望买在低点啊 你只会希望买在高点 对不对 相对的高点也是让你心惊胆跳嘛 所以你希望买在这里 那你问题你要用什么方法 让你自己买在这里 下一张图 一样一眼变多空 来请看 这是你看到的画面 这是我看的画面 有没有不一样 有哦 这里是哪里 到这边啊 就这里啊 是不是很安全 没错嘛 来你看 这里有什么差别 卖出讯号 压力很沉重 我们说压力很沉重 要怎么突破 还记得吗 两个方法而已 跳空突破 带量长红棒突破 没有第三个方法 就两个 跳空突破 带量长红棒突破 一定要配合三线万多 来 有没有 有啊 这里不是三线万多了吗 有没有跳空 有没有跳空 有啊 看到吗 这就跳空突破这个压力区 然后就一波上去了 所以我们说如果你买在这里 多开心多安全啊 等着赚大钱而已 对不对 当然到今天为止 台积电的多头格局还没有结束 这是不用怀疑的 可是如果你能够买在这里 你不是很开心吗 你干嘛去买在这里呢 不是吗 你买在这里都每天都 天啊 都会吃香喝辣的 你买在这里可能晚上不好睡 不是吗 好 所以我们做股票没师傅 低点懂得要买 高点懂得要买 这样就好了 不要想太多 想太多也没有用 好不好 就这样而已 那你怎么样自己知道 低点知道要买 高点知道要卖 就这样而已好不好 来国具 这两股票是让很多人伤心 难过 越看越痛苦 为什么 两个半月没涨 五月初在这里 一整个月 六月一整个月 现在七月十五号了 十六号了 两个半月也没涨 天啊 这两个半月买进去人 真的是哭啊 难过啊 看别人股票再涨 自己股票都不会动 还下跌 你看那个心理是多么煎熬 这两个月晚上都睡不着 一张三十几万的股票 结果怎么样都不会动 好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包含华星客也是一样 股价还跌破三个半月的地点 好 那我们来看 为什么很多人去买国具 因为他看他十五个 十六个月营收创新高嘛 看到这个去买 这个股价都涨不动 哭了 伤心了 那表示这个方法是不对的嘛 你下次还要再搞一次嘛 这次买三个 两个半年没动 现在再买一档 又两个半年没动 你半年就过去了 那你怎么做股票 不是吗 所以表示 营收创新高跟股价 有没有绝对关系 它没有绝对关系啊 所以你不能看这个 就来买这个 你看营收创新高来买股票 绝对是会受伤的 为什么 他不讲过了吗 谁先知道消息 主力揍手大股东嘛 他知道营收创新高 就新来买了 马上就准备倒给散户了嘛 散户就最后一半嘛 所有人都知道 散户才知道嘛 因为散户只能看报纸 看网路新闻 那就是最后一半嘛 懂意思吗 好 那我们就一样用 股市最厉害的方法 叫一眼变多空来判断它 要知道它架构 一眼变多空就要判断架构 好不好 来国具 可不可以不行啊 这压力这么沉重怎么会涨 是今天才知道吗 这三个月前就知道了 不是嘛 这种格局就不能买啊 看懂吗 有没有 这张图是5月20 今天7月16 两个月前 你告诉我你看到什么 你有没有看到翻多 没有啊 这张图是6月4号 你告诉我 看它涨起来387 你看有没有翻多 没有啊 这张图是6月29 你告诉我 这格局对不对 第二线很短 第三线也快要跌破了 压力有没有跳空或长帮突破 没有啊 所以你这种格局都不能买啊 所以这两个半月来我跟你讲 国具被动人间不要买 讲了两个半月 赛米有没有改过口 没有啊 我不今天才讲啊 不是嘛 好 华欣克也是一样啊 不是嘛 这格局都是不对的嘛 听懂吗 好 人生最大悲哀就是在烂谷上纠缠 在烂事上纠缠 那你会困在里面 懂意思吗 所以碰到烂谷赶快出场 碰到烂事赶快脱身 不要跟他玩好不好 时间会给赢家带来财富 也会给数家带来悔恨 我希望每个人都增加财户 不要增加悔恨好不好 想改变口袋 先改变脑袋 脑袋改变了 口袋才能改变 运通的粉丝 请你拿起手机来扫描 萤幕上的二维码 扫描之后加入我们的lighter 说你是运通的粉丝 就发一个讯息给我们 说你是运通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联络的电话 有问题就把它发在上面 我想问什么股票 我想问什么这个状况怎么样 你买了多少钱 我们都会来回复你 来服务你 跟你做一个双向的沟通 所以记得拿起手机 在扫描这个二维码很重要 扫描家加入 说你是运通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电话 跟你想问的问题就可以 好不好 我们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现场 下棚展翅正高飞 宇宙翱翔万物归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获利是我们的使命 大宇国际投顾 带您翱翔股市轻松致富 02-2500-6999 02-2500-6999 大宇国际投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祝您迈向财富人生 致富专线 02-2500-6999 02-2500-6999 好的每天都有很多的新闻消息 报纸消息 网络消息 面对一个消息 你要如何研判它 非常重要 你不会研判 就是不会做股票 后面就会有一大堆的损失 好我们举例子 好这个 英国从12月开始 要禁止卖华为的5G设备 其实包含美国 包含英国都一样 甚至整个欧盟 他们对华为都有些一定的限制 所以这时候 华为的5G设备 5G手机 卖不过去了 会造成相关的华为概念股 我们看到很多华为概念股 帮华为生产代工的 会不会造成他们的营收衰退 受到影响 你自己想好像会 来 好了 那我们怎么样来判断华为概念股 我们在股城系统里面 有一个48项华为概念 进来之后你会看到 华为概念股 哎呦天啊20党 40党 46党 到这边 华为概念股有46党 你要怎么研判它 重不重要很重要啊 有华为概念股 你操作上就要小心 万一转空一定要出场 好了46党 你要花多久时间去研究 最少三天啊 最少三天三夜 研究了很久很久很久 只有你的判断也可能错了 你有去买到国具 那就完蛋了 懂得是吗 重不重要很重要 怎么研究怎么分析 怎么判断 来 一样嘛 就是选股选股选股 你不会选就麻烦了 好 一切研究的目的 分析的目的 就是为了判断嘛 到底这股票可不可以 你没办法判断是不会选股 这样你用什么方式 我用一眼变多空的方式 来判断它 那我们就举例来说明 我们把它带入电脑画面 好不好 来 带入电脑画面来做一个研判 好 我们回到主画面 第三项 这个里面有一个产业类股 有没有 产业类股 来 那进来有一个48项 有没有 这边是不是一个华为概念股 华为概念 对不对 进来 好 那进来之后我们就一档一档看 看它到底三线架构 对不对 我们进来 好 888把它进到股仙系统 好这是台积电 对不对 台积电对的喔 格局没有破坏掉 好 红海对不对也是对的 三线架构并没有破坏 大力光不对了 一多两空了 好 联发科呢 它还在维持在多头格局 中间拉回是没有关系的 好 台大电也是多头格局 涨一波了 好 华通不对了 看懂吗 华通已经开始出现什么 卖出讯号 三线破两线了 这样懂意思吗 是不是很简单 时间的关系我们快转的 来 这一秒就知道台积不对嘛 这一秒就知道了 金像电这个都不对了 有没有 这个都对的 这对的 这个也不对了 有没有 是不是很简单 这个也不对 金瘦也不对了 有没有 这个也不对 红卉也不对了 双红还是对的 明泰也不对 因为第三线太短了 有没有 这样看啊 一档股票 一秒钟就看懂了 这样懂意思吗 你还要想半天吗 还要分析半天 研究半天吗 是不是 像这个都不对了 不对的一塌糊涂 对不对 我一赢 到这边啊 是不是很简单 四十六档股票 我一分钟可以看完 是不是很快 你看研究 研究分析 你三天三年 你都搞不完 最后你可能判断又错了 你又买到国局 那就完蛋了 所以做股票不是这样 你做股票这样你会做不赢 好不好 所以我们用很简单的方式来操作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说股市最难的是什么 是找方法 不是找标的 方法对了 你可以找到一百个标的 方法错了 你所有的奴隶都是白费的 所以最重要是要找方法 懂意思吗 来 升级股有没有转空 大家非常关心 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昨天传地稿交代了 很多升级股已经一多两空了 陷入整理了 我们在传地稿 昨天的传地稿都有交代过了 好 刚刚那些股票就是 但是有些还没死像建梁 我们昨天买进 到盘中已经涨10%了 在这里买进了 9.40分左右 买44.8 这边已经来到49.4 刚好赚10%了 我们还没出场了 有没有 所以买对很重要 建梁跌破了没 没有啊 兜兜格局还在啊 懂吗 好还有什么 怀特 哎呦怀特掌停板 怀特是我们昨天在东森讲的 你说赞明你掌停板 你又说有讲 你不鬼扯来 你自己看这个画面 为什么我讲怀特 三线多头格局没有改变吗 有没有 昨天的东森节目 23分51秒 你看有没有这个画面 怀特一定有讲 有啦我准备好了嘛 是当时快要结束了 可能没有那么详细 因为时间不够了 但一定有 一定有这个画面 怀特他是多头格局 今天升级股 涨停板的不多 怀特是其中一档 他多头格局有没有改变 没有啊 你看昨天就没有改变嘛 懂吗 好半导体族群 IC设计 光学都是最强的 那目前升级 有的开始转弱了 有的还在兜头 所以你升级不能买错 升级要稍微小心一点 好不好 操作上就要特别小心了 懂意思吗 好 当然如果你之前有赚到钱 恭喜你 我想你就不会有压力 钱放口袋要压力是什么 你赚到钱 为什么有什么压力呢 没赚到钱就有压力了嘛 有没有 成功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跟成功者为伍 有没有道理 好 以其两万不如同行 跟股神系统同行 互利共赢好不好 运通的粉丝 你可以拿一手机来 这个二维码 什么人说你是运通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电话 有任何问题都留下来 我们会尽快跟你联系 我们双向来做个沟通 好不好 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公司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